11点09分了朋友们啊 这是中国的外交官啊 又在狂妄自大大放厥词啊 一看就没文化啊 甚至没教养啊 这个中国驻日本大阪的总领馆的总领事 姓薛 后边一个大宝剑的剑啊 宝剑 薛剑在推特上写道 从乌克兰问题 可得一个大教训 那就是弱者绝对不可做 与强者吵架的愚蠢行为啊 他就是这典型的丛林法则嘛 弱肉强食 我拳头比你大 你就得当我的小弟 就得俯首贴耳啊 就得是是吧 言听计从 点头哈腰啊 低三下四 委屈求全 做哈巴狗壮啊 做哈巴狗壮啊 这就是丛林法则嘛 中国这种政治体制 这种社会 还有俄罗斯 都是谁拳头大 谁说了算 都是独裁国家啊 独裁的文化 这个根啊 还说 对日本而言 中国是文化上的母国 若没与中国交流 就没有今日日本 对啊 是啊 这个人家当年派来过潜唐使啊 潜随使啊 来中国 学了一些东西 可是近代以来呢 那中文里很多词汇 人家日本人又还给中国了 中国有跟人家学习了 包括近代的什么巡警制度 那会袁世凯 对吧 都跟日本学好多东西啊 对吧 那邓小平到日本访问 给没给人鞠躬啊 是吧 求着人家 让人家给你技术 让人家给你资金的援助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 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北京的地铁 人家有的是直接就原件 有的是无偿的给你这个 无利息的贷款 有的是直接给的钱 对吧 你像那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环境交流保护中研究中心 这都是我的客户啊 什么安定门地铁站 复兴门地铁站 像什么这个这个和平门地铁站 是吧 北京市地铁总公司 还有那个太平湖的什么车辆段 是吧 好多都是我的客户 那我也可以说也受到日本的恩惠啊 对不对啊 因为日本搞的这些地铁 搞的这些医院 这些研究中心 是吧 有的这些单位 单位过年过节发东西 逢年过节 我从日本人那 我也挣了钱了 对吧 这人家感恩 别老那么狂妄自大 对 我倒是去过江苏扬州 有个寺庙 是是建真东渡 好几次才到了日本 他传播佛法 那你中国也是个二传手啊 那佛教是从尼泊尔 是从印度 当时叫天竹 或者叫深独 也是从人那弄来的 什么法险吧 什么玄奘吧 是吧 唐三藏 唐僧 这不都从人家那学来的吗 你是一个二传手 对吧 而且你今天中国的佛教都变成什么玩意儿了 都变成了溜须拍马 统治者的这个哈巴狗 对不对 但日本的现状或许对中国连最低的敬意都没有 你中国现在玩的不行啊 你是独裁社会啊 你老人在街上跌倒了都没人敢服 日本绝不是这样 对不对啊 你环境污染 你官员的贪污腐败 你全世界最严重的 人家凭什么尊敬你 你哪做的好 对不对啊 你何德何能 说不管日本多想加入进入西方行列 但日本是亚洲的议员啊 议员啊 一个成员 这个事实不会变 只能永远当二等国民 这叫什么话呀 怎么就二等国民了 人家日本人在本国就这个人 怎么现在中国这个战狼外交是吧 什么英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吧 什么这个赵立坚 什么华春莹吧 什么汪文斌 现在都这种人啊 从王毅开始 在加拿大 你去过中国吗 你了解中国吗 是吧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跟人瞪眼 冷冷眼 是吧 这都是很 很没有文化 没有教养 没有素质 没有层次的表现 对吧 这差劲啊 现在这个外交官什么玩意儿 对吧 对吧 对吧